受效 努力的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所以我們要為我們自己屬民的生命 我們肯定都有需要努力的地方 你不會說 因為我們已經都有讀基督 我今天算是蠻努力的基督徒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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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非力比書》四章八節就曾經這樣說到 他說凡是真實的 可敬的 公益的 清潔的 可愛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麼德性 若有什麼稱讚 這些你們都要思念 那思念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放在腦袋裡 而這些好東西 你怎麼樣子能夠放到腦袋裡呢 我告訴你們一個訣竅 你每天就被一劫聖經 不要多 被一劫就好了 我每次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都會想到韓國語 你只要放一顆曲棍球就好了 好 弟兄姊妹 你只要被一劫聖經就好了 如果每一天我們早上按時讀經禱告的話 可以說那一整天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得勝了一大半了 記不記得 上帝祂給以色列人所使用的瑪納 是在什麼時候賜下的 清晨 對不對 清晨才落下 然後在每一天的清晨去外面拾取上帝所賜的瑪納 這是他們以色列人每一天的份 以色列人清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拿瑪納 否則等太陽出來之後 有沒有瑪納可以拿 沒有 沒有 瑪納去哪裡找 少許化掉了 化掉了 都化成水了 無法獲得一天的糧食 所以為了我們的靈命 為了我們的腦袋 可以裝盡一切的真實的 可敬的 公益的 清潔的 可愛的 有美的 這一些的好東西 最好的方法就是從今天開始 誒 有句話要說什麼 誒 不是這句話 就是你要選一個實際和固就是當下 好 當下 弟兄姊妹 你就從你每天所讀的經文當中 挑選一節來背 我們恩典談戚啊 每一個禮拜聚會 我們都會背一節的經文 我們都會背一節 剛剛過去的禮拜五呢 我們背的經文是鐵薩羅尼加五章十七節 就一節經文 短短的只有五個字 哪五個字 無助的禱告 簡不簡單 簡不簡單 鐵薩羅尼加前書 對不對 五章十七節就告訴你無助的禱告 很容易記吧 每天不要多 一節的經文把它放在我們的腦袋裡 久而久之 你裡面裝的就是好東西 比如說我們今天的經文 我們今天的經文是什麼 你所做的要交活耶和歌 你所做的要交活耶和華 你所活的救命成立 你就把它記起來 謝謝幫我們關掉 頭一片 你就把它記起來 頭一片關掉 好我們再來念一次 你所受的 要將謀言的話 你所謀的 就必成成立 今天我講了一堆廢話 你都不要記得 你回去就把這一節記得 你今天就問了 每一天只要想到這句話 還有一天上我們講 我們講十七節 什麼 孤獨的都不知道 光是這兩句 這兩句 你真真受用無窮 所以我們要記得 如果我們每天讀 聖靈就會在我們裡面工作 我們就好像把自己 當作一棵樹栽在心水旁 不但你的葉子不會枯乾 你還能夠按時解果子 也就是說你屬於生命裡面 那個生命必然是有好的東西在裡面 總而言之 人不是在任何地方 都能夠得著屬靈的祝福 只有在神的裡面 只有在神的話裡面 你才能夠得著神的祝福 神能使我們所做的一切 因為因著裡面都存著神 裡面都存著神的話 你就能夠蒙祂的祝福 第二 第一 我們要為自己對不對 為自己的健康 為自己的靈命 然後第二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呢 就是為我們的負擔 為我們的負擔 為我們的負擔 就是當你感到利有無淡 什麼事都做不了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 你一定可以做的就是 祷告 為你心上的人跟事情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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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幾遍 三遍 祷告能夠捆綁魔鬼 祷告能夠釋放罪人 祷告能夠醫治疾病 祷告能夠看見神蹟 我們家的青少年 上禮拜分享 他們被惡夢 甚至於被一些不好的東西 Pamia 給纏住 所以祷告能夠做什麼 捆綁魔鬼 所以我們要知道 祷告能夠改變外面的事 祷告也能夠改變人的內心 使污秽變為潔淨 使軟弱變為髒強 黑暗變為光明 如果你身邊的人 有人處在黑暗中 你為他祷告 求神的靈 將他從黑暗當中 帶進神兒子的光明裡面 當你什麼事都不能夠做的時候 你仍然可以求告我們的神 聖經當中有很多關於禱告的應許 使我們的禱告不會厚空 成為無用 所以你若對什麼有負擔 你就起來認知的禱告 努力的交托 第三是為我們的道路 我們很多人常常在基督圖的當中 常常搞不清楚說什麼叫道路 下面叫道路是中遠路 研究院路嗎 不是這種道路 我們將要去的地方 我們將要往的方向 我們將要做的決定 那個就是我們的道路 為自己前面的道路 祷告 就是不讓自己自作主招 那是讓我們裡面 那個想要強出頭的自己 向聖地來降服 將我們的意念 將我們的計劃 跟我們所要走的路 所要做的決定 完全地交托給主 把我們的未來 簡單一句 就是把我們的未來 全然讓主來掌管 當你覺得你的人生似乎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 當你感受到你似乎已經走在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弟兄姊妹你要記得 你仍然有一條通天的道路 正如所羅門所提醒的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 剛剛美姊姊也說到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他必知因你的路 為著我們所走的是一條合適的路 為著我們所走的路 我們要去的地方 我們要做的決定 是在主所安美的旨意當中進行 我們要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調整腳步 行在他為我們預備的道路當中 當我們行進的時候 當我們真的走上去的時候 我們也許會感到困惑 到底我所走的 我所做的決定 是對是不對 所以我們不要試著搞懂 弄清楚每一件事情 每個問題 尤其我們不要讓感覺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心情 來決定我們該向左或向右 因為感覺 心情 甚至於你的情緒 就像溫度計一樣 有高低起伏的時候 所以不要讓我們的感覺 不要讓我們的心情 情緒來引導我們 來主宰我們 成了我們的人生指南針 永遠不要像那首歌講的說 跟著感覺 跟著感覺走 感覺不能夠成為我們人生的指南針 我們要求主幫助我們 指引我們走我們該走的路 然後信靠祂的帶領 我常常覺得 當我禱告了 我走上去了 我做了決定了 無論那個決定是好是待 我一點不在乎 即便那個結果好像覺得 好像不如預期 或者讓我失望 我都相信那是上帝的帶領 傳道人說 傳道書說 最終我開始的時候是微小 但是最終的時候 我會變得偉大 所以開始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不如意 不如理想 不如期待 但最終我會看到上帝的美意 所以最後 你為了道路導告以後 你要為工作 有人就說道路跟工作是不一樣 道路跟工作當然不一樣 關於工作 我要說的是 我們應當一邊努力 一邊交脫 越交脫越努力 不要像那個要考一百分的 考試的小孩子一樣 然後導告了 然後以為交脫了 就放一百二十個新聞 然後就不努力了 我們是越交脫越努力 在工作上 每個人肯定都會有瓶頸 有倦怠的時候 弟兄姐妹 當我們在工作上 出現了消極的態度的時候 我們要這樣禱告 你們要注意聽囉 我們要跟主這樣說 主啊 我要將我的軟弱 局限跟缺點都交在你手中 並求你讓你的能力在軟弱的我身上顯得完全 恢求主 恢求主 住在我裡面 也幫助我 住在你裡面 對你帶領我的心 讓我在做計畫之前 在努力工作之前 學會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心意 讓神帶領我的心 引導我的腳步 讓我們一個思想跟腳步 都對準主耶穌 走在上帝祝福的道路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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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